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集训,备战接下来的奥运预选赛以及亚运会,期待能够拿到好的成绩为明年奥运会做好准备。 与此同时,很多球尼一直期待着一姐朱婷的回归,希望她帮助中国女排更好地拿到门票。 但就在最近根据朱婷最新官宣的消息,接下来她将会缺席这两场大赛,另外一姐还在社媒宣布职业生涯重大决定,引发巨大的关注。 此前朱婷迟迟未归,一度在外界引发巨大的争议,作为一姐的她也遭受了很多批评。 就在最近,为了以正视听,朱婷在社媒发文透露了未来一年的计划和安排,解除了很多球迷心中的疑惑。 朱婷宣布,接下来将要奔赴西班牙进行养伤以及康复,后续将会努力达到好的状态,争取将来回归中国女排。 另外一方面,朱婷还提到自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,在离开离开祖国到西班牙进行康复之前,她特意回到宁波北伦训练基地看望队友,以及向蔡斌汇报自己的身体康复情况。 这个举动应该会让蔡斌非常感动。 之前大家都觉得蔡斌和朱婷之间好像有矛盾,朱婷不愿意回归中国女排,不愿意和教练组一起征战比赛。 这些谣言无疑是非常过分的,而且严重伤害了蔡斌和朱婷之间的失声感情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朱婷这一次特意回到队内和这些队友交流,还和教练组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,无疑充分体现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,也看得出来朱婷非常尊重教练。 这一次朱婷特意回去,就是希望让教练组更加清楚自己的情况,解开之前所有的误会。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,一方面朱婷是一位非常高情商的球员,另外一方面他也一直心记着国家队。 将来康复之后,相信朱婷肯定会早日回归球队,希望各位球迷能够了解这一点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斯坎迪奇俱乐部已经宣布朱婷回归球队开启倒计时, 这意味着朱婷接下来启程出发到国外康复之后,后续意大利联赛开幕,朱婷也会按时回归俱乐部报道开始下个赛季的比赛。 到时候,朱婷将一边康复一边比赛,一边赚取更多的手术费,争取恢复满血的状态,回归中国女排。 如此一来,接下来朱婷的工作轨迹基本上就和去年一样。 总而言之,希望各位球迷不要误解朱婷。 这次朱婷已经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,她的身体还有伤病的问题,但并不意味着她会彻底告别中国女排。 朱婷特别在设媒强调期待来年,意味着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到来前,朱婷大概率会提前返回中国女排助力球队重回巅峰。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,期待更好的朱婷在明年满血回归。